請問吧 假儀兩人 昆北坐在 小船的船頭 船尾 假儀兩人 坐在小船的 船頭 開始時小船 停在靜止的水中 加以水平方向的速度V0 將質量M0 的船直向 我現在的話 有個M0 M0 然後V0 直向0 我用那個 正號代表往右 同一時間 以水平方向的速度 V0 將一質量相同的求直向甲 那這也是M0 這個-V0 直向甲 以直甲的兩人的質量均為小M 小M 船的質量 是大M 假設水對船的阻力可以不計 且在空中時 求出了改變可以不計 那我們看A 求兩個球能在空中時 就是船的速度V多少 那我們就用那個動量手銅 動量手銅的話 我們就知道 這是相對地面的 就是說 兩個M 加上一個大M 就是連在一起的 這小M 兩個小M加上大M V0 叫做大M 就是船的速度 他要求船的速度 船的速度是V1 加上 加上 投出去 那個球的動量 M0V 他 加上負的 就減掉 2M0V 這是球 兩個球 加起來 在空中飛時候的那個動量 這個等於0 所以V1的話呢 我就可以算算幾乎 2M 加上大M M0V 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加個 加個那個 2M0號 因為我們已經用增號代表方向了 對吧 這是V0 M0V0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V 若移接到甲直染的球 移接到甲直染的球 但移植出去的球 未被甲碰觸到 這個就跑掉了 直接落入甲後方的水球 求最後喘的速度 V2多少 最後喘的速度 我們就是算什麼 算那個 這整個系統的直徑速度 這個系統的直徑速度 這個系統的直徑速度 加上多少呢 小M 6M 加多少呢 加這個M0 因為到最後他們接觸 一起跑 撐你那個V2 加多少呢 加這個跑掉的 把這個M0 V2 V0 這要等於0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這個呢 V2 就等於 大M加上2M 加M0 我們這兩倍的M0 V0 沒問題吧 那你可以把它帶的項量 這樣沒問題吧